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那接下來 阿芳老師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我今天煮的是現在當令的小卷跟玉米 我要做的是一個天然食材概念的燉飯 所以用玉米 你用玉米替代飯 就是優質的主食的概念 我們現在先熱鍋熱油 爆香的是蒜末 蒜末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的蒜油的風味 然後在裡面我再放一點點的絞肉 你把玉米替代飯 我覺得小朋友一定很高興 玉米我是覺得 已經是小朋友接受度最高的蔬菜了 是啊 然後現在我們的玉米品種多 然後我現在今天水果玉米 所以這甜度很高的 對 然後 所以我今天把它煮鹹的 來取代米飯 然後我就把這個 玉米粒 對 就是來煮飯的意思了 剛剛爆香了蒜末跟絞肉之後 現在玉米粒下去 所以你炒這一個玉米粒 也像炒飯一樣 讓它炒開炒熟 拿一點水我們去燜它 水放下來 好 著亮的玉米 然後讓它煮熟 好 好 另外一個鍋 我就來處理小捲海鮮 海鮮很多人 因為它如果下去煮的時候 整個湯水會 腥味都留在玉米裡面 會太皺 所以我把這個小捲放好之後 可以看到我要汆燙它 我沒有用一鍋水 對 我是直接把米酒放在這裡面 我們小捲洗乾淨 然後把它切塊之後 然後現在著亮的米酒 有點要醃漬它是不是 它就是水分 就是等會產生的水分 我現在還有一點點的油 這是什麼 一般烹調油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 好 把它放好 然後再來 微微一點點的鹽 小捲這樣子蒸煮 就直接這樣子帶水 它就會開始 沖洗乾淨 處理好了之後 放進來 我們就直接 好 大概有一湯匙的米酒 然後大概一湯匙的油 把它拌開 然後多亮的鹽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在裡面放一點蔥薑 然後熱鍋這樣 對 這樣蓋起來 所以這個跟酒蒸蛤蜊 是同一個概念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等會保持 它可以把多一點的海鮮的水 稍微先釋出 可是也不會說 我們用一大鍋的水 然後讓海鮮的甜味都流失 所以我是用這樣的一個 乾蒸的方式 然後今天我帶來的這個 是我們家的很 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一張圖 這是看瓦斯爐 這家是瓦斯爐 你就會發現 這是桌板抽開 我的概念就是說 東西我會用晾乾的方式 然後再收納 收納進來做分類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下面就是這一格 這是什麼 調味料 還有我的最常用的 就是我們在工作 我們在攝影棚 可能是要有這些 料理外外 對 可是我也是 都是讓它以一個廠開式 然後抽屜關起來 我沒有把它收在 一個密閉式的櫥櫃 我覺得台灣媽媽比較很喜歡 因為我們的廚房都有上下櫃 東西會放的 然後有很多東西 放這千年不用的東西 沒有斷捨離也會這樣 所以我想說我今天拍的 這是很真實 我的拉開 這樣子是直接用 然後再來這一個就是 瓦斯爐台下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碗櫃 碗還有盤 這是很順手 然後會晾乾 然後再來基礎的調味料 基本上會發現 我這個是乾粉式的 好 乾粉式的它就在哪裡 就在瓦斯爐的底下 可是有一些醋 少量的 你可以看到我就遠離 這個有水分 這個是乾粉 對 然後你可以看下一張圖 就會發現 就是除了這樣 再來就是我們的油品 因為你會發現我的爐火在這裡 我會讓它遠一點 好 對 然後我的東西都喜歡是敞開的 好 然後這個是琉璃台 也會稍微把它瀝乾 對 我一定會瀝乾 然後維持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杯子 我覺得剛剛大家說 每個人家裡面用海綿的狀況 有沒有看到這個海綿 一定我是把它整在最彈鋒 有的媽媽用在碗浸在裡面 那我就會把它晾乾 這是我的原則 再來就是因為我的工作比較複雜 所以我有炒菜備用的鍋子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家裡面 後面的一個地方可以曬到太陽 這個地方是可以亮到太陽的地方 OK 那我就會把它們用一個導扣式 讓它通風 而不是然後要用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水去清洗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一鍋玉米滾了 玉米滾了 滾了就熟了嗎 削開的玉米粒它很快就會煮熟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面 再加進第二個調味就是奶的部分 這個是普通的 家裡頭喝的鮮奶 我用濃縮的牛奶 那如果是鮮奶也可以 也可以 用牛奶也可以 然後現在就讓它煮滾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小卷 好漂亮 對 它現在這時候 林冠其實 這樣是最好吃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帶有那個鮮甜味 是不會太老 好 來 我隨便吃一個給觀眾朋友看 就這樣子Q軟 然後鮮甜 然後其實它一打開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酒香的味 然後它也有一點點的那一個 因為有辛香料 所以你那個蔥薑這個時候下去 蔥薑去腥 然後鹽是回到那個 讓我們的那個水分有那個 海水原來海鮮的味道 好吃 對 就是鮮湯這樣 所以你光這樣燙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程序 這一些水 它就會流在 它會濁了 對 就留在這裡面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 這個 老師今天教的這個穿燙的方法很好 因為夏天喔 像這個喔 很容易這樣子穿燙 放涼了吃 那它就當作涼拌菜吃也OK 對 然後你燙得好 其實你根本不用加醬 就有時候熱炒店還給你加什麼五味醬 其他什麼wasabi醬油 我跟你講 你那個就原味就超好吃 對 然後微微的微鹹 對 放進來 對 它就是回到它的本味 對 這時候我們就在我們的這個玉米鍋裡面 放一點點的鹽 好 就單純的鹽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再來我會放一點點的胡椒粒 好 讓它煮出來是那個湯水是有香味的 好 然後再來要讓它們融合在一起 對 這時候這個小卷是熱的 我就把奶油放在這裡 好 足量的奶油 對 好 然後再來最後一些 提鮮的辛香料 這時候一起放下去 好 然後最後已經都確認玉米熟了 味道也調好了 我們最後翻拌 可以看到這一鍋就很好吃 有奶湯的玉米海鮮小卷飯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飲料兩次透透這種花這種東西 這樣的煮 避免它過度加熱 避免它軟縮然後變硬化 讓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然後就保持它的鮮甜味 因為你想想看 你如果一大鍋水煮完 那個甜味一堆跑到水裡面去 對不對 剛才事實上根本沒有 它就表鹼放著 後來漲一點水出來而已 所以這個真的是 完全發揮這種食材的一個特性 不過坦白講真的 那個食材很重要 鍋具也是很重要 像我有一個病人 才六十幾歲 那膽固醇瘦瘦的一個人 沒有糖尿病沒有高起來 膽固醇三百三十幾 那他就有一點驚慌 就想說那是不是要趕快吃藥 那我的